我坐公交车要出去溜达溜达 我到了这个玛丽天涯小镇 这个小镇挺有名 在游公略里都把那称入东方的圣坡里 这个叶子多少钱 给我砍一个那个吧 哎呀一个人给我连打了三个电话 说送婚纱的 我说我都是50多岁老大妈了 我送啥婚纱你打错了 还在给我打 这回知道是错了 给我打了三遍电话 这是黄龙街 一共是有五条街 黄龙街黑龙街红楼街 我从这个街进去 看这街两边都是店铺 很多游客 这街还不小吗 这里好漂亮 这是上午可能是时间有点早 这街上人还不多 也许是现在就是过年了 小镇多漂亮 这好看 大陆来的人少了 现在也少了 过年就人多了 往前直接走 就还跟人家了 老板娘聊了一会儿天 是机灵的 在这开民宿 一年多前租的房子 这小镇真挺漂亮 你看都是白色和蓝色相间的房子 白房子蓝窗户 刚才那个跟他聊天 感觉他丑满面 酒吧 还没开呢 刚才那东北老乡可能是生意不是那么太好吧 他站街边招呼客呢 我跟他说 我说这现代人订住宿啥的都给网上订了 就是今天早上没喝咖啡 现在眼皮就蒸不开了 海里里咖啡 这往下走的弹鞋还得小心点 都是沙子 我这笨手拉脚 因为我怕摔着 这个林亚海里都是摆的小凳子 这家咖啡 咱是坐会儿凉快凉快 我这喝咖啡不是装大 就是困难 因为每一天不喝咖啡 这眼睛就睁不开 这头晕脑让的 非得喝点咖啡了 这脑子能清晰 要不玩也玩不好 溜达了 所以到这个小镇第一个我就是找咖啡店 先喝点咖啡 这个马陵小镇紧连海边的确实挺漂亮的 这个挺多游客在这 这小镇也不少民宿 看往西边看 那边能看着南海观世音 这坐着是挺惬意的 忘了大海吹着海风 喝了咖啡 但是又是热 感觉那种超热 我在家往天网 没觉得这么闷热 这一除了走的 怎么回事 就觉得特别特别燥热 所以这也没坐的一会儿 坐不住 这块离南海观世音 那个佛像也不远了 还有飞机 这飞机就从外地来的飞机 到这边都围着大河转一圈 然后才落到 才往机场方向飞 听挺多人说过了 说这个南海这边三亚这一线冲刮台风 后来修建大河以后 台风都绕着这个大河走 都不在这登陆了 我到沙滩上这转一会儿 都是民宿 都现热 挺多人都没上到沙滩上来 我想往上走一走 这到了另外一条街 看看是哪条街吧 一共是五条街 最先进来的是黄龙街 有黄龙街 有黑龙街 有红龙街 白龙街 还有一个黑龙街 这条街上也是都是咖啡店 酒吧 酒吧什么的 装饰的都挺好看 真有点那种欧洲小镇那种风情 现在我走这边叫黑龙街 有些店铺都没开门呢 可能是太早 酒吧什么都是半晚时候才开 或者是下午 这是肉 也不什么肉在那画了呢 这是老房子 青龙街里边 这五条街呀 我基本都走到了 最热闹的 商铺最多的就是 最东边那个黄龙街 这是一个老民宅了 这可能都一百年都不止了 保留下来的 对这种房子 保留下来看看行 这种都是新房子了 看这个大前门 高门大院的 这家门口这个树 结的菠萝蜜 这家门口的花都做成盆景了 看这三角眉没有 修成形了 咱门两边摆了 都是对称的 看这家主人可能对这个月花艺啊 挺讲究的 做的形状都挺好看 我就好观察人家那门口的花 走的这小店 里边这个小镇里边不少往外出租房子的 月租半年租一年租的都有 这条街就僻静一些了 下午三点多了 我又有点饿了 还是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本来邪子不是说不吃了 回家以后得吃 这又到了这条黄龙街 走来走去一回到这儿来了 还是得吃点 蒜蓉空心菜 朝鲜的牛丸米饭 共放了64块钱 好了 天涯小镇马岭 一日游结束 回家